鋁罐内翻腾的碳酸气泡 转变为直达胃部的沁凉 奶粉 罐头 糖果 金属铝罐的足迹踏遍各个食品领域 颠覆想象的是 铝罐也能装红酒 美国红酒 这一支产品它在国外有得奖 它当时下单给我们 就只是一个平面的设计 国内铝罐包装龙头厂 是可乐 沙士 台湾啤酒 及蛮牛等饮品的铝罐供应商 除了清凉畅快 还能提供微醺时光 之所以能被红酒商青睐 靠的是斥资10亿元 打造的环保铝罐产线 勃勃一片做成环保铝罐的银白铝料 与传统铝罐有极大不同 它一般的传统铝罐的话 是没有这个PT模的皮肤的部分 所以我不用像传统铝罐 需要去做这个内涂 内喷涂还有外面 不用去做这个润滑的动作 没有润滑的动作 也就不需要去做这个习惯的程序 铝罐内外多了PT模保护 省下清洗的水资源 也能封存风味 跟着机台弹跳的节奏 便凭铝片瞬间立体了起来 短岸圆柱体搭上云霄飞车 先冲此飞天再俯冲向下 灌身进入机台隧道 瞬间被拉得又瘦又高 接着一道蓝光映入眼帘 因为我们外面有PT模 所以它用照相检测的部分 检测外模是否有受损 巴克重的旅灌 急速穿梭在5000多坪的厂房 前往蜿蜒之路的中继站 准备改造 灌身涂上新映黄 变成一道亮眼的黄色闪电 机器手臂把黄色小队整顿集结 推进200度的烘炉 烘干后进行缩紧翻边 做一个翻边的动作 到时候可以跟灌盖 去做一个勾叠的结合 环保铝灌生产线 每分钟能产出1200万 如果24小时不间断生产 一天可以达到150万至160万罐 在国内走过半百岁月的旅灌厂 在2015年引进日本设备 成为台湾第一家 启用环保旅灌生产设备的大厂 Red Bull红牛这个机能性 料在世界上非常风行 那它是用这种细长罐为主流 也许这个拿到台湾来 可以就是打开一个新的契机 机能性饮料带起冠中风潮 但董事长江明里坦言 这个投资案并不算成功 一年要做大约超过一亿个罐子 才能有获利 卷风的机器 它的这个口径要跟我们罐子是一致 但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下 客户有这样设备的客户并不多 最初只有可口可乐跟红酒公司 愿意使用环保旅罐 而近年饮料市场竞争激烈 越来越多饮料商想打造包装新形象 目前国内成长到有十家左右的客户 将旅罐售身 而且大多都是机能性饮料 碳酸饮料来说的话 这几年是稍微都是有一些些的下滑了 对因为针对寒糖饮料 包含学校在内的话都是不能再贩售这些含糖饮料 技能性饮料这也是一块在成长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想要所谓的珍珠奶茶 这一块都有在做一些旅罐类的产品 然后往美国这边再做销售 旅罐老厂见证市场变化 虽然环保旅罐还没达到损一两瓶 但仍耐住性子等待时机 就像当初创办人江体成砸下千万美金做生意 即便一度被银行临时拒绝放款 仍沉住气飞往国外买机器 这场高危险投资 恰巧碰上黑松沙士 想从玻璃瓶转换成铝罐 成功抓住第一个大客户 就此开启庞大至罐帝国 之后投入环保铝罐产线 是认为环保问题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每一亿罐的话大概可以节省 一万五千吨的这个废水 那还有大概八十吨的这个固态废弃物 大家觉得那个宝特瓶造成很多海洋污染 所以变成这个传统的金属包装 它还是有一定优势 约一吨重的铝块堆叠达一层楼高 这是被切削下来的铝罐边缴料 压块打包后要卖回铝业公司 卖回去给它 在它重新生产到我们制作成铝罐上架 最快大概只要六十天而已 大概可以节省九十五%的能源 准备出货的铝罐到客户手中 会在充田加盖 当罐内注满液体 重量及压力会大幅增加 这时就考验着罐身承受力 为了测试罐身强度 将罐内加压直到罐底突起 空田王可能会堆叠两半三半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罐身承受力 像我们的标准大概在 980牛米100公斤的力道 接着还要在机台上左右摩擦 测试的罐身滑度 关乎产线顺畅度 因为我们罐子有毒一层帆利水 在保护它 产线罐子在跑的时候 比较顺畅 那可是你又不能说太滑 太滑的话它罐子都会倒 一手可掌握的铝罐 能注入各式各样的风味 这罐公司也注入一个期待 期望搭上节能减碳的时代列车 再度趁势而起